阿富汗境内的美军 据俄罗斯外星通讯社1月25日援引《纽约日报》的报道 美国与塔利班代表在塔塔尔首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谈判 而目前已经就美军从阿富汗撤军问题达成初步协议 塔利班前指挥官塞伊德埃克巴尔阿加斯利埃克巴尔阿根 对媒体表示美国同意撤军 只要塔利班保证富汗不会再出现类似基地组织这样的恐怖组织 同西日斯迪塔利班谈判 这本身就是美国认诵的一种表现 更何况谈判的内容 还是美国从阿根内撤军 而美国提出的条件 仅仅是要征信的要求阿富汗境内 不要出现类似基地组织这样的恐怖组织 这不算什么苛刻的条件 美国提出这样的条件 不过是为作为自己认输从阿富汗撤军的遮羞部而已 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 我居在阿富汗的本拉登成为了美国头号通缉办 而美国以当时的塔利班政府 帝库本拉登为由 发动了阿富汗战争 而战定的如今已经打了17年 虽然美国并未像西日的大英帝国和苏林一样 在阿富汗遭遇明显的失败 但17年间美国也损失数万辆兵 花费的军费高达3万亿美元 目前美国在阿富汗境内 依然驻扎着14000余名美军 但早先被赶跑的塔利班却已经再度崛起 目前已经成功控制了阿境内50%以上的领土 但但在今年1月 但塔利班就发动了多次对阿政府军的刑击行动 造成阿军巨大伤亡 面对塔利班农身包围城市 美国大兵归所在阿富汗大城市 以签步伐 最终选择撤军走人 特朗普总统表示 将从阿富汗撤走50%的满军人员 驻阿美军将由1.4万人变为7000人 而在宣布从阿撤军之前 特朗普也在12月19日突然宣布 将从叙利亚全面撤军 在市境内的2000余名美军 也将在60-120天内 均扑盖走人 虽然特朗普目前否认有撤军期限 表示美军撤军没有具体期限 但事实上 美国在叙利亚已经失败了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观察员 刀戈班多发表文章称 在普京的支持下 叙利亚阿萨的政权 已经扎稳了脚跟 美国企图推翻阿萨的企图 已经无可避免的破产了 特朗普应当中结美国在中东的厄运 因为事实上阿萨的赢了 而华盛顿输了 美国苦心搅乱 叙利亚的局势 除了为欧洲增加了数百万难民 并造成叙利亚生命涂炭之外 没有收获任何成果 美国选择从叙利亚 把阿富汗撤军 与自己携热的死对头谈判 承认塔利班即将统治阿富汗 可为连输二场战争 大权扩张也是需要成本的 当收益和投入不成正弊的时候 失败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